第3隻眼睛 第3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2022年1月15日 太平洋島國湯家王國 就為的海底火山口突然爆發 整個太平洋地區都感受到它巨大的怒哮 湯家火山爆發的時候 它的動靜非常大 噴發的能量從地底併發 將所在的小島都炸到無光 巨響傳遍了湯家周邊的國家 在800公里外的匪制 那些人還以為附近發生了大爆炸 1700公里外的紐西蘭 和2300公里外的澳洲 那些人都聽到這個響聲 最為匪裔所思的 是在8000多公里外的北美洲 阿拉斯加的氣象預報員 也表示聽到來自湯家火山的巨響 湯家政府說 這次火山爆發 是這個島國前所未有的災難 它瞬間癱瘓了湯家和外界的聯繫 據說是因為海底電艦都被炸斷了 此外還有一種說法 是說通訊設備 都遭受到火山灰的影響和阻隔 因此外界的人在第一時間 都還未清楚在哪裡發生了什麼事 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救援 那現在湯家到底變成怎樣呢 我們來看看由衛星拍攝到的圖像 火山原本接連的兩個小島 在它爆發後就變成這樣了 火山口周圍的陸地都沉了到水下 兩個小島除了地勢高一些的地方 其它全部都沉了下去了 湯家的火山爆發 目前仍未有明確的定級 但是根據已經觀察到的資料 很有可能 算是5至6級的爆發 是步入21世紀以後 波及範圍最大的一次火山爆發 湯家王國附近的火山口 是處於環太平洋火山大的西南邊 一整個環太平洋地帶 匯聚了世界上80%以上的活火山 所以又被稱之為環太平洋火山 湯家火山的這次爆發 至少說明當地的火山口已經蘇醒了 至於是否已經達到了活躍的峰值 什麼時候安靜下來都還是未知之數 幸好湯家處於一個相對獨立的小板塊上面 那麼我們只能夠討告 希望它的怒敲 不會換醒環太平洋火山帶的其它火山 總括來說 這次爆發還算是不幸中之萬幸 沉了下去的兩個島嶼 都不是屬於居民區 居民的傷亡相對來說都是很輕微的 或者下一次的爆發 我們就不會那麼幸運了 一提到湯家火山 很多人就會想到黃石超級火山 這座火山一旦爆發 將會是超級恐怖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第一 黃石超級火山 是處於一個活躍的狀態 那就是說它隨時都有可能爆發 根據研究顯示 黃石超級火山 在210年之前曾經爆發過一次 而在現在 由於地球內部的熱量逐漸上升 很有可能會導致黃石超級火山的再次爆發 第二 黃石超級火山內部存在著巨大的能量 我們根據愛因斯坦的質量方程式來計算 如果一顆石仔以光速運動 那當它撞擊一座大樓的時候 會將周圍的一切化為平地 根據科學家發現 黃石超級火山爆發的能量 會超過1000立方公里 這個數量是其他普通火山的50倍那麼多 所以黃石超級火山發生爆發之後 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其他的火山 從而導致大部分的火山群出現爆發的狀況 而這樣的結果 很可能會為人類和生物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更加嚴重的情況 將會和恐龍時期的 損石撞擊地球後 產生的效果一樣 第三 黃石超級火山的爆發 會導致地球的天氣 發生顛覆性的變化 以及影響到人類的身體健康 由於火山在爆發的時候 會產生大量的火山灰和火山氣體 而火山灰體內存在著二氧化石和氧化鋁等的化學成分 而火山氣體就存在著二氧化碳和含流化合物 如果這些物質和氣體飄浮在空氣當中 就會導致酸雨的出現 情況嚴重的話 可能會引起自然的災害 除此之外 人類會在呼吸的時候 將這些有害的物質 和氣體一起吸入體內 從而就會破壞人類的免疫系統 接著就會感染到疾病 最終可能會導致大量的人類死亡 所以說黃石超級火山 簡直就是一個火藥桶 如果一旦爆發 可能不僅僅影響美國的部分地區 甚至乎可能會影響全世界 火山爆發 接下來我們就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火山的等級 火山爆發都與地震一樣 是分等級的 這個就被稱為火山爆發指數 是以噴出物的體積 火山雲 和定性觀測用來量度火山爆發的強烈程度 用VEI來表示 其中VEI1就是代表爆發性火山噴發的最低級別 而VEI8就是最高的級別 即是說1級就是最低級 8級就是最高級 火山的噴發物有很多 固態、液態、氣態的都有 液態的噴發物就是活活而出的岩漿 液態的就是各種氣體的混合物 比如液氧化碳、水蒸氣和液氧化流等等 固態的噴發物 比如有岩石碎塊、粉末、火山玻璃、燃燒的岩石等等 從4級往上就算是大型的爆發 就會明顯地影響到地球的環境 也會作用到各種的物種裏面 我們先來看看4級的爆發 這種爆發的級別 會拋射出大約多於0.1立方公里的物質 相當於是足球場大小的這樣一塊積木 2010年 冰島有一個叫做 埃阿菲亞德的火山爆發了 這就是一次4級的爆發 火山灰雲蔓延到整個歐洲 令到很多人的肺部受損 全歐洲的飛機航班 因為這件事取消了兩天 令到歐洲航空業 經濟損失高達47億美元 4級火山爆發的後果 可以總結是 它會為人類造成局部的經濟損失 造成個別的生命損失和健康損害 但如果級別再往上升 那後果就非常可怕了 下面就輪到5級爆發了 這個級別就會噴出多於1立方公里的物質 這個級別的爆發 最經典的就是在西元79年 維蘇威火山大爆發 現代地質學家 將它判定為5級 這次的噴發 為歷史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認為在維蘇威火山腳下的龐貝城從此消失了 整個羅馬帝國目擊了你一幕 那龐貝城裡的居民 有沒有機會逃出來呢? 答案是 絕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機會逃出來 首先 盈利的就是兜頭兜面蓋下你的火山灰 雖然說是灰 其實就是燒成焦撞的岩石碎蝕 權威專家估計 龐貝城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落了3厘米厚的火山灰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一項項燒紅的炭火 鬥頭的淋在你那裡 那你說 是一些什麼的景象呢? 所以在各家各戶的屋頂 很快就達到了攝氏140度以上的高溫 這些居民幾乎還未來得及出門 就已經處於熱休克的狀態 轉瞬間 很多人就失去了活動的能力 就算是那些能夠逃離家裡的人 但是 滿大街都鋪滿了厚厚一層 燒紅的火山灰 你仔細地想一下 也沒有地方可以讓你下腳 照樣是無處可逃 我們經常看到火山爆發 有一個雲柱 那個是因為有水蒸氣上升的支撐 當高溫之下 水蒸氣都喪失海盡之後 火山碎洩就會形成一種 叫做碎洩流的東西 在重力的作用底下 它沿著山坡 洶湧而下 2014年上映的荷里活大片 蓬佩末日 它結局的高潮部分 就是奴隸國鬥士 和貴族小姐兩人 一起騎著一匹加邊快馬 想離開煉獄一樣的城市 而且已經跑到去教區 國鬥士說 一匹馬載著兩個人 這樣是跑不過火山的 所以親愛的 你自己走啦 貴族小姐堅決不獨自偷生 兩個人最後 就在洶湧而來的火流前 霜湧而敏 被灘花成了一座雕塑 這個洶湧而來的火流 就是火山碎洩流 速度飛快 連千里馬都跑不過它 所以說 人類在天災面前 就像一隻螞蟻一樣的渺小 可能一次的大地震 一次的火山爆發 或者海嘯 都有可能導致人類滅絕 不過在歷史上 又真的有人 可以從火山煉獄裡逃出來 這個就是在1902年 發生在法國的 震雷火山大災難 也就是史上最嚴重的火山爆發 全城3萬人 只有3人 可以從這個滅頂之災裡逃出來 這座火山 是位於加勒比海 東部西印度全島的 馬蒂尼克島北部 名叫震雷火山 高1,350米 是全島最高峰 是一座 有著幾十萬年歷史的活火山 火山南面 六公里外的聖皮爾市 在18至19世紀 是全島的商業和文化中心 馬蒂尼克島 屬於法國的海外省 聖皮爾市 也被稱為加勒比的巴黎 戚戚戚戚戚居住了3萬市民 火山爆發前 其實預紹也非常明顯 火山頂開始大量散發蒸氣 有人從地下深處 聽到類似於大窩沸騰的聲音 整個城市都有濃烈的硫磺味 雀、蛇等的動物 增傷地從山上逃離 直至到爆發前的一天 火山的山頂周圍 爆炸聲不斷 引起了很多火山閃電 嚇壞了的居民 這時才開始大規模地逃離 碼頭擠滿了人群 城市也陷入了混亂 但是 太遲了 1902年5月8日 隨著巨大的爆炸聲 沛淚火山 猛烈的爆發 山頂 騰起了幾百米高的蘑菇雲 攝氏1000度的火山溶岩滾滾滑落 向著聖皮爾市傾射 後世的科學家估計 陪雷火山爆發的能量 比港島原子彈還要強幾十倍 在不用五分鐘的時間 這座城市就完全被摧毀了 3萬人全部被燒死或者窒息 然而就在這個死城裡 就有三個人行傳了下來 其中一個是十歲的小女兒 她在海上漂泊的時候 船隻很幸運地進入了一個岩洞 就是這樣 躲過了這次的災難 另一位是住在海邊的鞋像 她幾乎用盡了她畢生的力氣 最終跳入了滾燙的海水裡 雖然全身大面積被燒傷 但是她生存了下來 後來她知道 全城只有三個人行傳下來 而她就是其中的一個 這個時候 她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最神奇的就是第三個人 這個叫做老德 在種植沿道工作的黑人 火山爆發前的一晚 她因淤酒傷人被拘捕 單獨地監禁在一個石頭建築的牢房裡 這座石頭牢房一半是建在地下 非常結實 只是有一個狹窄的隔策進行通風 誰都沒想到她被關押的這座路房 是這座城市最安全的地方 她也是因為這樣而生存了下來 火山爆發的瞬間 老德被爆炸的氣浪震倒了 但是石牢擋住了大部分的火山灰 雖然她的手 手臂 腳 背部 都受到深度的燒傷 但是她在石屋裡 堅持了四天 直到等來了救援人員 時後她驚雲未定地回憶說 那一段經歷如同地獄一般 無食物無水 全身被燒傷 走不到出去 當時她哭天哭地 覺得自己是全城最不幸的人 這個黑人罪犯 幸運獲救之後 被赦免了罪行 後來加入了一間馬戲團 巡迴世界 並講述了爆炸時的恐怖經過 她成為了馬戲團的一個名人 被稱為通過世界末日的人 或者叫她做世界上最神奇的人 好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見